自从爆发大规模的反风控示威浪潮后 中国政府今天终于宣布新的 优化落实防疫十条措施 允许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例居家隔离 除了特定场所之外 一律不需要再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也不再检查流动人员的健康码 对于重点疫区的北京市民而言 这项迟来的松绑让他们忧喜参半 一方面欣喜于免除繁复的检测 但另一方面也担心少了检测 难以及时发现新的病例 中国政府早前收紧防疫政策的20条措施 引发各地民众强烈反弹 拒绝动态清零下种种限制人身自由的 不合理规定 甚至爆发冲突示威 为了安抚民间怒火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发布优化落实防疫的10项新措施 大幅度为紧绷的防疫条例松绑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调整 是批准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确诊者 包括无症状和轻症病患 自行在家隔离 此外除了养老院 中小学和医疗机构外 民众出入其他场所 将不需要再提供核酸检测作为证明 同时不再检查健康码 也不会对跨区流动的人员展开落地检测 轻症无症状的感染者 可以居家进行自我的照护 那么基础性疾病比较稳定的 也可以在家居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除养老院 福利院 医疗机构 脱幼机构 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不再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 不过当局也限定 唯有在居家隔离第六及第七天的核酸检测值 高于35的情况下 才允许解除隔离 如果病情加重 则需转送医院治疗 新措施还阐明 必须精准划分风险区域 不得随意将封控扩大到社区 更严禁以堵门的方式 封锁住宅区的紧急逃生通道 做到五天内没有新病例 就快速解封的目标 另一方面 当局也规定 不得限制民众购买退热止咳等非处方药 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到位 无论如何 新措施没有说明 是否会放宽出入境的隔离检疫政策 对于疫情焦点区域的北京市民来说 当局放宽防疫措施 固然为他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麻烦 但是解除强制检测 也意味着一旦新感染群爆发 将难以被及时侦测 让他们诈喜环忧 生活和工作的话 确实是变得更方便了 因为现在他写字楼的话是不看核酸了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核酸去做检测的次数 这样其实是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但是同样因为大家不做核酸 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如果有人被感染了是阳性的话 我们其实是不能及时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政策的话 它是有利有弊 不过也有北京人认为 三年多来的疫情 早已让防疫措施在生活中习惯成自然 大家都适应了明松安景的防疫心态 生活上其实在北京这个保障还是比较完善的 什么吃的喝的这些物资的其实都不削 主要是疫情之前风风在家的时候 其实太闷了 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都还好 然后现在放开我觉得其实也是大趋势 就是我理解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明松安景的一个状态 你看虽然是放开了 但大家出门还是戴口罩 更有人觉得目前的新冠病毒杀伤力 已经和一般流感无异 是时候放下恐惧回归正轨